母亲姐在这里跟大家欢迎母亲姐 我26年不敢过 不能讲的好了 我26年不敢过了母亲姐 我今天终于在这里 很开心地跟大家在一起 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 如果哪一天我可以是唱最后那一个 到底是哪个猴年马月 从来没有想到 而且真的就现在在台上做秀 当主秀的 我应该是全台湾 硕国仅存最老的一个吧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珍惜 这样的机会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欢迎母亲节 我26年不敢过 不能讲的好了 我26年不敢过了母亲姐 我今天终于在这里 很开心地跟大家在一起 而且很多好朋友 从南八里楼南北都到这里来跟我同场 真的很多人唱完 丁敏姐出来看演唱会 哎呀我总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工作就是把自己节目做好 然后栽培下一代 因为现在节目那么难做 你看什么唱个歌还要付什么重制费什么的 我们制作费根本就不够 那我觉得以后台湾不能没有音乐 不能没有文化 不能没有新人 你看我们的每一个新人都被我捧到都有知名度了 这就是我的能耐 跟我未来的工作选项 很多人说做公益 因为公益有好多种 我现在拿钱出来做节目给大家 然后为台湾赔之人才 台湾从亚洲四小龙 我们是第一名最好的 那时候除了日本比我们都好 大家是望旗向飞的是不行的 现在是我们在后面追 追的来不及 丁敏姐所以母亲姐开场没有考虑了 一段时间 我没有想到这叫母亲姐 他们跟我讲日期 我也讲日期 我看这天可以了我就来了 结果开始做宣传的时候 是这样 月都签了 以前只要有朋友说 你今天干嘛 我要陪你过节什么 我都不要 我说我无缘 我很无缘 我也就去到 其实我都躲在家里 我不想要 我没有要被通缉 我现在真的是叫独居老人 我会好好的把自己摸好 但是我朋友 你看今天 都是冰敏姐的朋友 就是你要当主秀 有当主秀的压力 你必须扛票房 所以我为什么都不作秀 要扛票房 我不想要有这些压力 但是真的是不管认识的 不认识的 都给我这么多的温暖 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我真的要谢谢大家